字幕提供 22年的時候我剃光頭 真的兩年前 兩年前的事 為什麼呢 因為疫情很嚴重 有疫苗通行證 我一直都沒有打針 你知道那時有時 不打針是不能進去剪頭髮 有一期是很嚴謹的 好像是 因為你不在香港 我們當時很嚴謹的措施 我就在想 我現在又不能進餐廳吃飯 又不能剪頭髮 我一筆做二筆 不如剃光它 我都沒見過自己沒有頭髮的樣子 於是我就找了一個師傅上門幫我剃頭 師傅和我同道中人 為什麼不自己剃 不懂剃的 不知道後面怎樣剃 很難的 是呀 因為我頭髮厚 不知道怎樣剃 我就在想 算了 找一個人上門剃好一點 師傅上來時 他跟我說 蛤 你剃嗎 我以為是一個男人 很少女生會剃 我說不是 是我剃 然後我跟他說 為何我要剃的原因 他說 其實我也是 我本來也是在薩蘭裏 做剪頭髮 不過我都不打針 所以他也是因為這樣 而沒有工作 就出來自己 所以沒有人剪頭髮 還有我同時想做社會實驗 我發覺有另一個原因 除了我想看自己的樣子 就是因為我想看香港人 對於剃光頭這件事怎樣看 我走出街 我真的不戴什麼都沒有 只剃光頭出現在街上 初初自己都不太習慣 但其實那條街是沒有人看你的 因為大家都是低頭看手機 是跟我想像中有些分別的 雖然有時候人們看得到 但都會馬上迫 你可以說街邊的人 可能不會理你 但如果你身邊的朋友 一定他們會很大反應 是的 有些會的 如果我會選擇 不敢問 不敢問的意思是 不敢問 但他是故意做社會實驗 他有目的 對 因為我會不敢問對方 為何會沒有頭髮 我會直接 因為問題很敏感 害怕你是否有身體不舒服 對 有沒有人這樣問過 有有有有 因為那時我正在做一份part time 然後我回到去的時候 有一個同事 他見到我的時候 他說 你做什麼事 你沒事 你是不是有什麼大病 失戀 他問我是不是有什麼大病 怕我有癌症 或是要剃光頭 然後我就說 不是 然後我跟他說回整個原因 然後我說 噢 這樣 但是 我覺得你這件事 已經很決心 把自己的頭剃掉 不是 頭髮剃掉 但當你找到一個上門的髮型師的時候 他也告訴你 他本身是個髮型師 為何你當日不改變自己 既然你是個髮型師 不如這樣吧 你幫我剪短頭髮就算了 不要剃我的頭 因為我試過短頭髮 還有那時我已經掙扎了一段時間 剃還是不剃好 不管了 香港那麼熱 剃掉了不要煩 起碼剃完幾個月都不用再剪頭髮 一筆做二筆休息 很大決心 我要剃了 我才去找髮型師幫我剃 所以那時沒有想過要變短 沒有這個轉折位 就覺得要剃就剃 你家人有沒有什麼 他們不知道 我剃完之後 然後出現在他們面前才會嚇到 你都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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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剃了 但吸引了我的眼球 我就覺得這位祖媽 不簡單 我對她開始多了好奇 因為以前沒有什麼特別好奇 在那段時間 自己就很迷失 沒有什麼去想 其他人只是想自己 都失敗 大家都經常失敗 我自己都失敗 然後我知道一元本身是讀中文系的 我沒有記錯 你很記性 然後讀中文系 他又寫了一本書 他那本書的名字我十分喜歡 在那嗎 所以我也猜到 這本書的名字叫做 離開是為了找我回來 我沒有記錯 對 對 你應該讀中文系 地性很好 現在讀中文系 讀中文系 其實讀中文系 是否導致你寫到書 是否有關係 因為喜歡寫東西 應該這麼說 我這本書寫得成 其實我又覺得 和讀中文系的關係 又不是太大 是一點都沒有關係 我也相信沒有關係 因為我寫入面的東西 其實就 應該這麼說 中文系讀完之後的好處是 起碼文筆是順暢一點的 不會說寫一些東西 起碼人看得明白 我覺得讀完之後 起碼基本功是在的 但當然你要表達什麼 用什麼方法去表達 還是要很文學的表達 可能讀中文會比較有優勢 我自己 因為這本是一個心靈散文 比較像心靈反思之類 心靈雞湯的朋友 比較反省自己內在的東西 然後寫出來 裡面比較淺白一點 沒有什麼用到文學技巧去寫出來 反而是一些比較直白一點的 內心對話的方式 這個基本上 我覺得就算你不是讀中文系的話 都應該可以寫到自己內心世界的東西 所以就寫了這本書 這本書的名字 我不知道跟我的認知是否一樣 林一鋒有一首歌叫 《離開是為了回來》 當時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寫的時候我不知道 後來寫了之後 我自己在搜尋才看到 原來有一首歌跟我差不多的名字 但這本書名我都寫了很久 寫了很多這本書名 為什麼會寫了很久 這本書名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那時候 其實是很多年前 不是很多年前 2016年 我和你失散後發生了什麼事 你究竟是否應該這麼說 太多了 要講一講幾天幾天都講不完 精簡一點來說就是 這本書是我2016年在澳洲Working holiday回來之後 然後開始寫了 寫了大概2017年寫起了初稿 後來又再找出版社各樣東西搞不定 我就停下來沒有再搞它 當中間就好像腰折了 但到了2019年的時候 我就自己覺得 我真的很想寫到這本書出來 我就自己去了昆明雲南昆明那裡閉關 再重寫一本書 然後用了一個月時間寫起了 然後回來之後 因為那時候有寫各樣東西 其實都停了沒有再搞其他東西 到了疫情的時候 終於我可以停下來 有時間去再去收拾裡面的餡子 還有一些字等等 所以在2021年左右 然後才算是完成了整件事 比拿渣還胎五年了 16到21 對 即是我比較慢的人 所有東西都是慢慢來 那我就不急 因為你熬一個湯出來也需要時間 心靈雞湯更加需要長時間 我覺得你也很有決心 因為今時今日出書 大部份人都是虧錢的 那一定虧錢 我本書也是虧錢的 我不是想賺錢 好像自己想生一個自己屬於自己的寶寶 所以開始時想了很多書名 但一直都不適合自己 好像覺得不太結合 例如有什麼書名 讓我們了解一下你想表達的是什麼 有試過想澳洲心靈攪拌機 心靈攪拌機 那是食字的音 這本書不行 我聽了就不會買 對 你要想想 有人聽完這個名字 會不會覺得不太好 那時候想了很多 我忘記了自己寫了什麼 很多名字 最後就決定了 最簡單的就是我離開香港 就是為了找回自己 最簡單直接說出我的意思 對 反而這個書名好 對 又有些文青味 無故心靈攪拌機 網台節目開始接受訂購了 你除了可以親身到上環D100專門店之外 還可以去銀行入數 又或者透過櫃圓機 過數都可以 還可以登入D100網站 D100.NET訂購 想即時過數 用轉數快 就更加方便了 感激各位支持 有沒有不明白 可以打給我們D100網台專線 電話22971825 22971825